有糊臭吗?看看耳朵就知道,90%都说中。 马上进入初夏,天气越来越热,只要一流汗,就会担心身体飘出异味吗? 夜下失派,夜未飘散的窘况,让人困扰又尴尬,医师说,其实只要观察自己的耳垢,就能自己是不是糊臭体质。 女星徐小可分享,自己有夜下多汗问题,有次上棚内节目时穿着清凉的蓝色瓶口衣,但节目还未开始,夜下已湿了一片,衣服从蓝色变成深蓝色。 她笑成,幸好自己不像好莱坞明星,万一被周刊拍到双夜下湿打打,那也太糗了。 夜下湿湿,狐臭哪来的? 长庚医院桃园分院皮肤科主任黄药丽医师说明,人体汗腺可分为分布于全身的小汗腺,以及夜下与私密处的大汗腺。又称顶江腺。 当夜下流汗后,大汗腺分泌富含蛋白质的汗液,与皮肤表层的细菌接触后加上体温,就会散发出强烈异味,也就是俗称的糊臭。 随住青春期和尔蒙斯基,顶江腺发达的人会开始散发较强烈的味道。 有没有糊臭,看耳垢便知。 有没有糊臭,看耳垢便知。 第四、九、耳不闻其臭,自身体味常常不易察觉,其实夜味也有剂可循。 黄耀里医师表示,通常有糊臭的人,观察耳朵就可以略知一二,因为糊臭和耳垢其实有绝大关系,根据日本研究,有糊臭困扰的人,超过98%都有失耳垢。 而根据台湾临床经验,有失耳垢的人,也有70%至80%有糊臭问题。 因此,建议透过自我检测,从耳垢来辅助判断自己是否有糊臭问题。 除了耳垢,有糊臭人还会有哪些特征? 虽然糊臭不会带来身体上的不适,却容易让人褪毙三社。 虽然糊臭不会带来身体上的不适,却容易让人褪毙三社。 耳垢,性别,年龄,内分泌,饮食,季节等状况而有不同的气味及严重程度,日本皮肤科医师也甜珍喜整理几项糊臭的特征。 耳垢,阴顶江线也有分布于外耳道,耳垢湿润的人糊臭相对明显。 男女比例,男女人数差不多,女性稍微多一点。 人种,人种不同有糊臭的比例也不同,黑人接近100%,白人60%以上,日本人约10%至15%,台湾人约10%。 年龄,青春期以后症状会强烈,但中年以后会开始减轻。 高遗传性,父母亲都有糊臭,子女有糊臭的几率高达60%至80%。 。 若父母其中仅一人有糊臭,则其子女有糊臭的几率为50%左右。 生活习惯,糊臭和饮食,精神状态,腋下毛量有关。 。 多汗症,糊臭和多汗症合并发生。 。 改善糊臭困扰。 。 保持清洁,流汗后确实清洗,擦浅,换上前镜,透气的衣服,保持皮肤清洁,可以降低异味。 。 改变饮食习惯,肉类,乳制品摄取过粮汇活化皮脂腺,顶浆腺,用餐时增加富含膳食纤维蔬菜的比例,不但有助改善异味,还能防三高,预防心血管疾病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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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剃毛,剃毛,脱毛可保持腋下清洁,可以防止汗水,细菌附助,达到改善异味的效果。 。 。 外用药,就诊后医师可能会开力处方外用药绿化铝来帮助止汗,改善异味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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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止汗剂,是受止汗剂可以抑止汗水,让异味不容易出现。 。 但是使用时也要注意,如果止汗剂剂量过高,可能会导致接触性皮肤炎或是毛孔阻塞导致毛囊发炎 另外,购买止汗剂时务必注意包装,要有卫生腹裂部和准时含药化妆品许可症自豪,且有伤口时,如除毛后的伤口等,不可使用 止汗剂的最佳使用时机在睡前,肌肤前噪时,不宜在大量流汗后使用,不应过量,如有刺痛等情形应马上停用并就医 侵入式与非侵入式的糊臭手术,破坏大小汗线的非侵入性微波技术等 中医师抗糊臭有方法 医师楼中晾在专栏文章中说明,若想彻底根除糊臭,除了改变体质或是开刀拿掉顶僵线之外 确实别无根治之法,但站在中医的立场,最不建议在身上动刀动枪,因为一刀下去经络都被切开了 不止严重影响器的巡航,后续的代偿作用也难预估 楼中晾中医师提到,市面上销售的各式体香剂,致汗剂虽然可以暂时解决糊臭,但这类产品都以化学药物,用酒难保不会影响健康 因此他建议一项天然的抑制糊臭方法,先芹菜250克制成芹菜枝叶,每晚睡前涂抹叶下,第二天早上吸去 因为芹菜枝有感光性,擦了之后避免晒太阳 芹菜枝业 芹菜枝叶 芹菜が果 leaf